三国演义中 蜀汉五虎上将威震天下 全部排进十大猛将之中 他们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名声 全靠他们无与伦比的战绩 那么五虎上将的成名之战和巅峰之战 分别都是哪些战斗呢 依据演义中相关内容 分析如下 关羽的成名之战 是四水关前斩华雄 当时华雄连杀豹中 祖茂 鱼舍 攀凤 四元十八路诸侯的将领 给各路诸侯造成巨大的压力 在此情况下 名不见经传的关羽主动请命 出战华雄 曹操给关羽斟了一碗酒 为其壮胆 关羽在斩杀华雄后 回来喝酒 酒还是温的 从此 关羽名声大震 关羽的巅峰之战 是湘凡之战的前半部分 在这一战中 关羽带着荆州军队北伐 夺取襄阳 把曹人围困在凡城 紧接着 关羽水焰前来持援的 于晋七军 降伏于晋 秦沙庞德 威震华夏 夏的曹操差点迁都 个人军事生涯达到巅峰时期 张飞的成名之战 是虎劳关三英战吕布 当时吕布骑着赤兔马 掌中方天化己 大战十八路诸侯 在杀死杀败四元盟军将领后 张飞拍马出战 张飞和吕布单条武士回合 没有落败 令群雄震惊 原来联军之中 竟然有武将能和吕布 单条武士回合 却没有败北 从此名扬天下 张飞的巅峰之战 是巴西之战 由于张飞的出色战绩太多了 一时之间不好抉择 如张飞在小佩城外 和吕布大战一百回合 不落下风 又如张飞在长板桥 三升大贺 吓得曹军狼狈而逃 再如张飞入川时 巧计降伏老将严严等等 但是我们认为 张飞的巅峰之战 是在巴西三次击败张河 打的张河找不到东南西北 赵云的成名之战 是借桥大战文丑 当时公孙瓒被文丑追杀 情况非常紧急 赵云从天而降 拦住文丑 和文丑大战在一起 两人交战五六十回合 不分胜负 文丑早已成名 一般武将在其手中 坚持不了十个回合 便会败北 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白袍小将 竟然和他对战五六十回合 焉能不惊 赵云的巅峰之战 是长板坡之战 这是毫无疑问的 当时 刘备十万军民 被曹军追杀 溃不成军 赵云原本已经快冲出 曹军包围圈了 他却毅然返回曹营 经过千辛万苦 找到小阿斗 并顺利将其救出 这一战 赵云至少斩杀曹军五十多将领 至于士兵斩杀的不计其数 从此以后 只要提起常山赵子龙的大名 滑下大地 无人不知 无人不孝 马超的成名之战 马腾讨伐李雀 郭四十 年仅十七岁的马超 作为先锋出战 几个回合 便一枪 刺死亡方 同时生擒 从后面偷袭的李蒙 令人震惊 有志不在年高 十七岁的未成年人 也极其厉害 从此 马超被打上了 西梁第一猛将的标签 马超的巅峰之战 是同关之战 在这一战中 马超杀的曹操 割须气袍 渭水河畔 杀的曹操 坐船逃走 在后来的单挑中 马超和徐楚 单挑数百回合 不分胜负 曹操看到马超 太厉害了 于是由衷赞道 马超不捡吕不知勇 黄中的成名之战 是长沙城外 和关羽的单挑 黄中虽然岁数很大了 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没有出名 世人也不知道 他有什么惊人本领 在关羽攻打长沙时 黄中出战 和关羽大战在一起 两人大战三天 尤其是最后一天的战斗 黄中原本可以射死关羽 但是念在第二天对战时 马失前提 关羽没有趁人之威 他于是手下留情 射中关羽的窥鹰 给关羽一个警告 从此以后 黄中的威名传遍大江南北 黄中的巅峰之战 是在定军山之战中 镇斩曹操手下 征锡将军夏侯渊 这在三国战场上 是史无前例的 三军主帅坐镇中军大仗 一般情况下 是不可能阵亡的 除非全军覆没 但是黄中却绊到了 一举斩杀夏侯渊 为刘备最后夺得 汉中之战的胜利 奠定了几个